BGM 從小到大聽到的靈異故事 都說靈體會害人 甚至有人說 如果你遇到,也要假裝見不到 不要有任何接觸 人有分好人和壞人 靈體也不例外 假如你遇到的是好靈體 是否不需要被枝質刺 反而可以和平相處 這集我們會談談善良靈體的話題 究竟好的靈體是否真的可以幫助人 相反,惡靈出現 是否真的事出必有因 歡迎收看今集 《總有一瓣喺左階》 我是潘紹聰 今集請來這位法科師傅 就是吳佩夫師傅,你好 大家好 師傅,你好,我是阿妹 我是GJ,你好師傅 師傅,我們今集想談談靈體 經常會害人或很恐怖地出現 但會否有一些好的靈體 談談這個話題也挺有趣 你們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靈體都是好的 視乎你是否騷擾他 如果你有惡意 他當然是對你也不好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視乎他的目的是做甚麼 但我經常覺得 如果自己認識的人 應該也不會怎樣害我 例如我有些小朋友的親戚 試過看到太公在門口走過 剛才我們吃完英雄飯 然後回家時 看到阿公在門口 但也很開心揮著手 我覺得這些也不會害人吧 不過要說祖先是否一定會保佑 也未必 因為我聽過很多時候 譬如說他住得不好、睡得不好 或山地有問題 其實他也有機會會害到我們 或影響到我們 是嗎?師傅這樣 即是作惡嗎 對,那些會不會… 其實以經驗來看 如果鬼魂現形給你看 多數有惡意 多數有惡意 而且人有惡意 鬼也有鬼性 其實做鬼做得久 就沒有了人性 就吻滅了人性 鬼性,即鬼的性格是怎樣 多疑善道、悼恨、冷血、無異 全部都是負面的 全部人性最負面的性格 就是鬼性 所以鬼是很小器 其實是否沒有好鬼這件事 凡事有例外… 我們亦有個案 反映到鬼魂有善良 有一對姐妹 跟父母搬去一個… 叫做居屋 是 新居屋 她姐姐發現了一件事很好玩 原來她喜歡看電視 就有一個閉路電視的台 是… 閉路電視台 就是看電視台,周圍遇上去 我小時候也喜歡看 很有趣,你小時候也喜歡看 她的姐姐很喜歡看 到了一環境 發覺她住了兩個月左右 她發覺3號電視台 經常有個大老婆牽著兒子 她發覺特別是甚麼 原來這位大老婆出現時 經常在電視台上打電視台 她就叫媽媽 媽媽,大老婆又來了 又打了兒子 經常打了兒子 誰知道這一刻 在閉路電視台的大老婆 突然停了手 看上去? 她真的看上去 她看著鏡頭 看上鏡頭,突然指著… 好像指著小偉,即是那個女生 就像嘴巴吵吵吵罵她 但她是看不到她的樣子 五官,很模糊 而且她的兒子從來都打開頭 戴著鴨仔帽子 那一刻她也跟媽媽一樣 看著鏡頭 升高 看著鏡頭 沒想到 但她的兒子也沒有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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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 即是很模糊 小偉突然之間很害怕 她的弟弟只有五歲 很天真,她說 糟了,姐姐,大老婆聽到你 發現了 聽到你告訴她 媽媽,姐姐罵大老婆 大老婆知道,便罵姐姐 翌日下午放學 她那天早上放學 她忍不住就問看姦 她說我在哪裡居住 我發現有個大老婆 這件事 看姦的臉都青了 青也臉了,聽到這樣 她說我們知道了 我們會處理的 別管那麼多,瘦女,回家 上升降機時突然有個老婆 拍她的肩膀 然後就跟她說 瘦女,我剛才聽到你說的大老婆 打兒子 小偉說是 甚麼事 那位婆婆說 別管那麼多,我在她旁邊居住 這位大老婆很小器 不要惹她 我真的有個大老婆存在 對,那位婆婆跟她說 很小器,我在她旁邊居住 不要管她 否則她找你麻煩,這就麻煩 快點回家吧 我就回家 好,到第二天 第二天 小偉的媽媽跟她弟弟喝茶 有些街坊知道這件事 那位街坊就跟她說 不是,那位大老婆死了很久 因為她丈夫包兒奶 感情不好,有抑鬱 帶著肚子,自殺 還有,她旁邊的婆婆 到四萬 已經死了 那位婆婆是怎樣死的 原來那位婆婆… 在這個大老婆自殺後 在頭七時,那位婆婆遇到 大老婆整家,牽著兒子 就說七孔流血很害怕 就生病了 不夠一頭半個月 那位婆婆就在電梯口心臟病死 死的時候沒有人知道 嚇死,有些人說她 可能也是遇到她 糟了,小偉遇到這位婆婆 會否那一陣子又… 不,那位婆婆應該是… 那位婆婆是善靈 善靈,沒錯,沒所謂 即是你們所謂善良的靈體 對 即是提醒她 沒錯 別管,別騷擾她 沒錯,很小器 意思是別惹她 不過你說善靈… 其實我想我們也遇過一件事 但又不知是否算是善靈 允許我報告公司的事 是否你所謂 其實… 其實我們拍攝第一集時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招雲 在招雲時,我用中式招雲 師傅幫我請了一個紙紮公仔 童男童女跟我一起去做 做完那個節目後 那一集後,把童男童女放在辦公室 自此有些事情發生 包括有些聽到小朋友玩的聲音 晚上有些人說 看到小朋友在這裡走來走去 而我們有一個同事 會感受到和看到那些東西 經常說是他們兩個 結果有一次同事不見了自己的座椅 無緣無故他好像很神推軌 走過去跟童男童女說 你幫我找回一張座椅 我請你吃東西 說完之後很快,不知為何 把座椅又神推軌,又瘋了 然後人們覺得怎樣?這麼奇怪 那位同事聽到 她說聽到童男童女跟她說 我很想吃齒餅 很清晰 齒餅 我心想她說不知道在哪裡買 她跟我們的組織說 童男童女說想吃齒餅 有一個自告奮勇 我知道在哪裡買 我們買給她 放了三個齒餅在童男童女前面 當作是供奉她們 怎料隔了幾天 我們所有人發現其中一個齒餅 沒有了一塊 我再給這兩個同男童女的照片 給其他看到的朋友看 其實不是小朋友 很久了 是一對男女上一年紀 因為她說上一年紀才懂甚麼是齒餅 師傅,你有吃齒餅嗎 有… 那你真的差不多… 甚麼是齒餅 對 那呢 20歲前的那些不知道 不吃的,很難買 我也說不懂 所以可能她們有點連肢 才喜歡吃這些懷舊的食物 吃齒餅 我相信 怎麼看?師傅 你怎麼看 也不是惡靈 你說她是惡靈 似乎惡醫不大 你說有時候同男同女的公仔 我們道教師傅也會有一些法事儀式 會變成有靈 有靈有性才會跟先人打工 師傅,我們公司的同事 有持續跟他溝通 其實如果長矢下去 會否有甚麼影響 負面或正面有影響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同男同女的紙紮公仔 通常我們作完法後 換成了她的靈後 她會去服侍先人 我們要火化她 我們不會留下來 如果你說她有靈 即是說她會有鬼魂 你跟她溝通其實是沒有益的 人鬼殊徒 她不會跟你友好 你依賴她或她反過來 她要問你拿東西 到時濕製 其實當然… 我覺得人有好有壞 你離開後 她也會保持這種性格 也不奇怪 始終有好的靈體 但靈界的事多數聽到是惡靈 不如稍後回來談談這個話題 好… 回來再談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好鬼的故事 其實在十居期間 我們聽到的故事 都是一些惡靈的故事 話說有一宗案件 是發生在內地 有一對大學情侶 他們吃完飯後就想走回宿舍 當他們走過一條橋的時候 突然看到有一個女生 好像想跳下橋就跳下河 即是自殺的狀態 當時那對情侶的男生 看到這種狀況就立即衝過去 打算幫忙,把她拉下來 還是怎樣 正當她快到的時候 那女生已經一躍而下了 就像拍戲一樣 立即捉住她 拔著她 但不知為何那重量 是重得連男生也被… 扯進去 在一個很快的幾秒間的時間 他立即下水 就很想找回剛才想自殺的女生 即是救她 但找來找去,也找不到 於是他感覺到自己的右腳 就突然有隻手捉住他的腳 然後就拔著他去河底 那男生就很鎮定 他就趁著自己到河底時 立即利用反彈力撐 就撐上水面 她的女朋友已經到河底 橋下… 對,橋下 就立即問她 你剛才為何突然跳下河 那男生就說 不,我想救自殺的女生 她的女朋友就告訴她 沒有,剛才完全沒有 你所形容的狀態 於是她再檢查她的腳 發現有很多乳癢 即是拘捕她的乳癢 這就是否所謂的惡靈 她其實想跟你同歸 找替身 相傳那些水鬼 拔人捕著你會有乳癢 就是力量很厲害,有乳癢 普通人是逃不掉的 即是普通人就沒有了 便會被人逃脫 普通人應該逃不掉的 水鬼真的那麼強勁嗎 水鬼很兇的 比較軟 水鬼的怨氣是很重的 因為它不上岸 一上岸,那些風一刮就像被刀刮 雨水打下來就像萬箭穿心 怨氣很大 而且它永遠在水中冰寒刺骨 受不了香火 說到穩替身 這件事我又很記得 最近從師傅的校中聽回來 發生的地點在我們公司附近 沒有多遠 又來? 對 有一個商場,一個很有名的商場 沒有多遠,有一個停車場 有一個男士 他開車上去跳樓 拍完車,然後上去跳樓 原來看CCTV 他有了前科,他想做這件事 他之前看了牆壁 開車上去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發生一件事後 保安那邊當然要打電話 有一個人要拍下整件事 做一個靜物 沒辦法 對,只要拍攝 好,當作沒事,只是工作而已 拍完之後回家 開始有些夢境出現 看到一個女人 不停在紅衣上出現 做夢 但她一天下班 發現一段時間也不太晚 為甚麼整個畫面… 因為很多人在購物 發現沒有人 然後來演出,看到夢中的女人 就出現了,慢慢走近… 然後死了,很害怕 為甚麼夢境的事實 現在會真的看到她 然後就請教那個法科師傅 立即幫她檢查 原來她當天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她碰到這個女人 其實跟她沒有關係 原來這個紅衣的女人 是要找替身 找那個人已經死了 其實已經死了 她已經在停車場拍車跳下去 但為甚麼會撞到 可能那個人本身是視雲低 或者原來這個女人 跟她也有一些前世的冤親問題 令現在這個人 拍照的人還在醫院 她現在好像中風,不能出來 即是現在這個… 對… 最近發生的事 對,沒多久之前我聽到 所以很可憐 因為工作的關係 現在… 那她前世沒得可憐嗎 對,真的不知道 其實她本身身體不太好 即是有些病徵出現了 或者氣場已經不太好 那天被這個女人 一夜衝過來就撞到 現在也在醫院 所以你說其實惡靈去害人 某程度上是否因為… 前世我跟她本身有些… 有些不太友善 所以來報告呢 不奇怪 即是有些鬼 可能是前世或前幾世時 跟你有點仇口 但她要經歷了一、兩世才找到你 她這樣找到你也不一定 如果是這樣 我真的有一宗故事 即是我哥哥是教書的 我哥哥的老師朋友 那個老公是殯儀館的… 藍和師傅 就是玩音樂的 不是,是藍和師傅 但他本身也是學法科的 有一次我哥哥的朋友 A小姐跟老公說 喂,端午會否回媽媽那裡吃飯 師傅沒有理會她 問了一會 喂,回去吃飯嗎?回應一下 誰知道那個師傅突然 一句就丟到老婆那裡說 你過了端午才說 這麼壞 結婚了十多年 然後那位老婆,A小姐 就說,你說甚麼 然後原來師傅再說 其實我跟你結婚的時候 我的師傅跟我說了 你太太在哪一年 會有一個大劫,過不了端午 誰知道沒辦法,就要上學 誰知道有一天 老公突然打到教務處 說找了老婆,找了A小姐 A小姐覺得為甚麼會接… 無緣無故在做事打給我 然後老公說 你別離開學校,是今天 我過來找你 嚇死人了 我過來接你回家 老公就駕駛車去接他 接完他就很小心 說不要緊,我們沒事的 過了今晚就沒事 因為師傅說過了今晚就沒事 去到觀塘 然後接著一條斜路回家那邊 我不敢說哪裡 拍好車 因為停車場要過對面馬路 才回家 她的老公很乖 老公…我不介意 老公扶太太過馬路的時候 她是這樣抱著老婆 一直保護著她,慢慢走… 她打算一命保一命 包著老婆 到安全島停下來 看到有輛貨櫃車 轉過來很慢而已 還是沒事 突然間貨櫃車司機 扭櫃真的載到安全島 老公立刻包著她的臂 幸好兩夫妻都沒事 就避過了,只是有一點受傷 但後來過了這件事 兩位老公、老婆都告訴我的哥哥 他們看著司機車過來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是被人遮住 有一隻手遮住了眼睛 但一停車停了 他們兩夫妻都看到 司機的眼睛在那裡 但有一些紫煙就在這裡飛走了 後來問回原來是老婆 前幾世積下來的怨 她的冤魂等了很多世… 她要積救的能量是報今世 但她說一報不到 那股氣就化了,就消失了 可能要再等很多世 這些都是一些惡靈要報的故事 怨親債主… 真是很兇 有一件事 是一個很有錢的中年男人 我跟他算命 他的命很有趣 跟朱元璋的八字像 有神卻醜美,四無齊全 雖然他有錢也不得了 但朱元璋以前很有趣 當過和尚、黑食、流氓 原來這個男人曾經很窮 亦試過在佛寺當過和尚 後來他怎樣起家 就是當收賣佬 做過一些低下的事 起家後來有錢也不得了 住在富豪附近,深水灣的家屋 當年是全地球最貴的 那些尺價 很奇怪,我說挺好的 但我說很奇怪 他說他有病在身上 有病在身上,當時是2005年 有病在身上 我說為何有病在身上 從八字看,看不出你有甚麼病 他說原來他的癌病指數很高 好的 癌病指數很高 超出正常數百倍 他說應該腫腫很大 人胎那麼大,但無法檢查 為何會這樣 後來他說原來他在年初的時候 2005年的時候 就在北京買了四合院 在四合院裡看到祖拉太爺 看到那些古人 簡直是穿了清朝服裝的古人 從此去入病 沒有事情上來,打球都可以 剛才看見他,打完球而已 打球時也可以,沒問題 運動也可以 有事情上來,尿也無法治療 全身痛 劇痛… 後來我說這些擺明是撞邪 從命看,看不出你有甚麼特別的病 只可以說四慕傅齊聰可能是古怪的 因為肚代表邪靈 或是一些奇怪的事 他說這樣怎麼辦 我說難搞的 我說這個情況 我說難搞,可能跟你前世有點冤 前世有點冤,剛好你碰到他 他就會搞你 從命看,他應該過不了06 因為06年剛才是秉率 剛好,一年左右,我說不行 因為去到06時,神出醜未齊 剛才說,毛庫又引動 這樣就很有問題 我說今年一定要處理 05年一定要處理 如果他踏入06年,就危險 最終06年突然死亡 真的去嗎 沒錯 很多國家都去醫療 都找不出病人 剛好他去了那個地方 或者買了那個地方 沒錯 那些東西就陷在一起了嗎 那些應該是前世的冤親 又是很無辜的 我不敢說無辜 不過是以惡靈來索命 其實你說不出原因 很有錢也沒用 對 其實也是那句 靈異事件,信則有,不信則沒有 就當故事聽一下,分享一下 不過始終是做一個好人 做好事 不用怕 沒錯 好,今集麻煩你寶福師傅 分享了一些經歷 我們時間差不多,下集再見 ische鏡頭 看起來 謝謝 明星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